老夫子漫画作者王家喜过世 享年93岁 知名漫画老夫子作者王家喜 在美国时间1月1日清晨5点57分 因年迈器官衰竭在美国过世 享年93岁 老夫子哈梅迪周二发表声明 证实王家喜安详离世 王家喜1925年出生于天津 曾就读北京辅人大学西化系 1956年移居香港 最初在法蜀天竺教会报纸担任编绘工作 闲暇时从事漫画创作 最初以萌芽为笔名 后来用长子的名字王泽创作老夫子 以四格或六格为一篇 文字笔触简洁 内容幽默风趣 一推出就深受读者欢迎 数十年来销售超过6000万册 还曾多次翻拍成电影与卡通 2001年港星张博之与谢霆锋 曾合演动画版电影《轰动一时》 老夫子漫画内容取自于王家喜的丰富人生经验 也是他一生写账 王家喜曾说过 我的一生就像漫画 我尽可能地让老夫子 也就是让自己耍宝去逗乐读者 学建筑的长子王泽 从1995年开始接棒创作老夫子漫画 王家喜退休后移居美国 但还是持续创作漫画 回了区分两代作者 读者都称王家喜为老王泽 儿子王泽本尊则是小王泽 而王家喜过世后家属相当低调 所属的老夫子哈媒体也不愿受访 仅强调目前由王泽接手创作 相关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